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很大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阴影下 今年博鳌论坛的气氛显得比过去更为凝重 台湾多位金融界人士以及前任监察院长前傅 也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代表的名义出席了这一次的会议 并且还将发表好几场的专题演讲 中国方面表示两岸共同对抗金融危机和经贸合作 也是今年的议题焦点 2001年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洲共同发起的博鳌论坛 本来目的是希望为亚太地区的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 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可是近年来却逐渐的成为了外国企业 接近中国政府高层的捷径 而随着两岸关系逐渐加温 博鳌论坛也成为两岸互动的另一个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